香港是一個公認的美食天堂 裡面有好多好吃的東西 來港式咖哩夷丸就是其中的一種 超濃的咖哩果竹Q彈的夷丸入口香蠢綿長 秀秀將做法分享給大家 咱們先將夷丸解凍好 一小節胡蘿蔔滾刀切塊 一個土豆對半切開再滾刀切塊 切好都輸入盆中 洋蔥對半切開這裡只要半個就可以了 紅薯切上幾刀再掰開 處理好熟入盆中 這個時間一碗也解凍好了 將水倒掉放一旁備用 砂鍋中少來點油 再來兩小塊黃油增加風味 沒有可以不放 黃油融化後將洋蔥倒進來中小火炒出香味 再將土豆胡蘿蔔塊也倒進來炒個一分鐘 倒入適量的清水 我用的咖哩醬是罷滿的咖哩醬 裡面是特濃的湯汁包含兩小包 味道是帶點辛辣的 我們這裡只放一包就可以了 加上100克左右的醇牛奶或椰汁會更香哦 蓋上蓋子 大火煮開後轉小火慢燉30分鐘 將土豆胡蘿蔔燉汁轉爛 最後加入一碗濕暗的鹽入味 繼續煮上兩分鐘就可以看吃 超濃的咖哩風味 顏色也非常誘人 一碗Q苔香醇和咖哩醬一起更是毒氣風味 裡面的土豆是我的最愛 湯汁直接喝或拌飯都非常的香 好了這期視頻就分享到這裡 喜歡的朋友可以在家試一下 拜拜